接下来登场的都是星光寺的踢馆高手 他们分别是声线细腻的庄伟豪 实力坚强的曾万青 曾拿下音乐大赛冠军的刘康祥 踢馆军团再战星光 是否能拿下晋级资格呢 从从而去我却在乎你 心恨心恨心恨 本报件没能够 没能过关哦 从新竹初选会到台北赴赛 刘康祥靠自己丰富的比赛经验 一路过关斩将到近红路影 这一切只为一个原因 我一定要血耻 抱着必胜决心 誓言血耻的刘康祥 能摆脱踢馆军团连败的命运 顺利过关吗 朋友忽然了解 关于你的消息 原来正安逸 原来正安逸落定 我为你高兴 我为你高兴 为自己相信 心好复杂的情绪 过去往往总是过不去 流成现在最痛的印记 做一句又一句对不起 你救不了我 我万不回你 人生能有几次的可惜 我想我的眼睛已写了底 眼神人气 忽然想起 一定要幸福 你一定要幸福 祝福你 恭喜刘康祥没有叉叉过关了 好 刘康祥因为曾经也是这个 就是音乐大赛的分区冠军 所以难免会有压力 但是你说如果说你能被选中的话 你想成为谁的徒弟 康康老师 康康老师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唱歌很有生命力 那再来搞笑功力也一流 我想在这个部分再做加强 哪部分啊 搞笑 其实我是有那么一点点潜力 那这个功力就要跟康康老师好好学习 恭喜你 谢谢 谢谢